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這是Final Fantasy 7 第七代太妻的The First Soldier 這個是最新的手遊 大家剛開始的時候進入會是英文的介面 在右上角的第二個選這個Language 你可以把它切換成這個繁體字 看你啦,你要用英文的也可以啦 建議用繁體字 原汁原味繁體字比較習慣吧 好,我們就開始玩了 那聽說這一款是太空戰士7的大逃殺 我們看什麼叫太空戰士大逃殺 我們還不知道它是怎麼玩的 我們來體驗一下 Final Fantasy FF 這個 他們又有翻作最終幻想 很多種不同的翻譯 我們台灣是喜歡叫太妻啦 太妻 前面是神羅那個 太妻也是非常紅的作品 我怎麼覺得我這隻手機玩會有點小lag的感覺 剛開始你可以捏捏這個人啊 捏人物這樣 可以捏他的臉 不是捏出個克勞德出來 然後又呢 有沒有像克勞德 頭髮好像不夠尖齁 他就這些髮型 你可以去做一些瞳孔顏色的設定 嘴唇 原來這個好了 有一點點像克勞德 但是這個髮型還是有點差異 我們這隻 更好玩 我是覺得 奇怪這款是不是設備需要比較高 有一點小lag 小盾的感覺 來 我們就要開始玩了 看一下這個什麼叫大逃殺 玩玩看 可能要用更好的設備玩 序哥是用realme納手30A 這隻 就是頻道首頁介紹這隻 今年才買的 平價的手機 平價的遊戲 平價的遊戲 進到遊戲裡面 我們看一下也還好啊 可以選擇那個配置 這樣子 一動 我們就開始了 是剛剛在選單的時候會有點盾 現在又玩起來又還好 這個是ARPG嗎 大逃殺 我們要去 怎麼跟PUBG有點像 絕地求生 絕地求生 的那個太空戰士版本就對了 這個可以瞄準 打打打看這個打靶一下 沒子彈 為什麼 填充一下子彈 磨金石啊 開發 開啟貨櫃 我怎麼開 我不是 這個 好 開始了 魔晶石 用燒他了 燒死你 這個遊戲聲音好像有點小聲 他現在要做什麼 跑到這裡 前面教學好長喔 可以skip嗎 破壞喔 那你飛去哪裡啊 我們就繼續往前吧 前面的教學還蠻久的啊 對著牆壁跳躍可以用跑酷 對著牆壁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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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走去哪裡啊 他這個遊戲的視角還 一直調蠻麻煩的 這裡喔 召喚魔石 使用召喚魔石 跳出召喚獸了 召喚魔石 剛好被打了 誰打我 去扁他 想打我 視角有點麻煩喔 這遊戲 好 就是這樣 這是前面的 教學 之後就可以進入實戰 實戰也是一樣就是會 進行那個 很多 對戰 應該就是會跟人家連線 然後就很像那個PUBG這樣 最近好像蠻流行這種 PUBG這種 對戰 大家可能再加無聊吧 這款算是最新的啦 Final Fantasy 7 The First Soldier 大家可以去體驗看看 喜歡太極的 旭哥蠻喜歡太極的 來這個魔光爐 畫面還蠻精緻的 這個魔光爐 誒 克勞德誒 克勞德竟然會 會有他的畫面 帥帥帥 跳過 他應該 找時間去玩一下 那個 太空戰士的那個 電動版 那之後就是像PUBG一樣 靠這根本PUBG啊 他就只是把他改成太空戰士 他從空中降落 然後就去大逃殺 就這樣啦 玩法差不多 靠 你根本就PUBG啊 他有降落傘嗎 不用降落傘 直接掉下去啊 會不會死啊 不會 他不用降落傘 他就是去 去去 找那個 找人是不是 我看那邊有什麼東西 我們去看看 可以拿嗎 這不行 這可以拿 爬杖來了 這可以爬 攀岩走壁 就是 一樣啊 跟PUBG一樣 就要去找東西啊 就是 就他視角可以固定的話 比較好 這條視角 找到東西了 我們可以用槍來射擊 太空戰士版的PUBG啊 我靠 這 心梗就對了 全部拿一拿 全部拿一拿 好 有兩把槍 我有兩把槍 長短不一樣 長著打 這是我們台灣的那個 有人在射我 他媽的 我射不到他 砍你 射不到你我就砍你 他的視角會跑掉 他跑到哪裡去 他跑到哪裡去 他怎麼不見了 他人不見了 我靠 他怎麼不見了 會不會太神奇了 來了 把他幹掉了 就這樣玩 去開箱子 來開箱囉 裡面還有錢耶 其實還不錯玩啊 我好像看到那個召喚獸在上面飛啊 沒有一個召喚獸在飛啊 幹 誰打我 人咧 他要不要標一下那個 人在哪裡啊 靠 找不到人啊 媽的 每次都是被打假的 每次都是被打假的 可以蹲起來是不是 蹲起來好了 匍匐前進 音樂還不錯聽 把這遊戲大致上就是這樣啊 體驗給大家看 我真的在匍匐前進 我的血好像就是被打到 不會回血的 可以伏血的 血好少 不會啦 這個遊戲好像 手機跑起來還蠻順的 這隻就是 今天跑起來算蠻順的 補一下血喔 好吧 那今天攻略錄到這邊啦 這款最新的手遊 Final Fantasy 7 The Soldier 這個 Final Fantasy 7 我看到人 媽的 別跑 別跑 他跑掉了 靠 砍完我就跑 好 好吧 幹掉他了 那今天攻略錄到這邊啦 我們下一集見囉 帥啊帥啊這個 蠻好玩的啦